Cadassia Amig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水踏 基於一些眾所周知的原因 三支影片 輔一上傳就被黃標 所以我現在也不太敢皮了好不好 那我們就順著上一部影片的結尾 我們來聊一聊 冰海加油站 那在我去之前呢 我其實就有爬文看到 就是這個加油站老闆 他好像也是有在玩車的人 那他也專門找了公二建築 來打造我們現在所熟悉的 冰海加油站 那我在看到加油站本站的時候呢 我心裡就想 不屑 這就是貴族義務的展現啦 那在我講冰海加油站 跟貴族義務之間 有個毛線關係之前 我得先幫 還不知道貴族義務是個der的觀眾 稍微解釋一下 到底什麼是貴族義務 它是起源於 歐洲中古世紀的社會觀念 那他的法文是 希望我有唸對啦 no please oblige 那以下的解釋 我就參考自網路資料 還有我平時閱讀的歷史書籍 那貴族義務呢 就是指貴族階級 有義務為社會承擔責任 那簡單來講 就很像Uncle Ben跟蜘蛛人說的嘛 你能力越大 責任也就越大 社會的上層階級呢 有照料社會下層階級 增強社會凝聚力的義務 那我講個很有名的例子 就是英國的伊莉莎白二世 那在二戰期間呢 他也只是公主而已 那他爸已經是英國國王囉 但是他還是去從軍 並且在結訓之後 擔任卡車司機 並且負責一些後勤任務 你就想 如果你媽是蔡英文 那他是不是寫個紙條給國王部部長 還是這樣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免疫了呢 那就連還是公主的女王都這麼生猛 那女王的爸爸 喬治六四 也是一條好漢 那在納粹德國 氣焰最盛 並且對英國 發起蒼黃攻擊的時候 甚至一度還有計劃要登陸英國 那英國的內閣呢 也是眼看苗頭不對啊 因為他們其實也沒有把握 就是英國的皇家海軍 是不是有能力 遇敵於海外 阻敵於英吉利海峽之上 他們其實也沒有把握 是不是真的能 不讓任何一支德國軍靴 踩上英國本島 那於是內閣呢 就有了一個建議 國王陛下 還有皇室成員 是不是可以考慮 破遷加拿大 這不是逃亡哦 是轉禁 中華民國應該最熟悉轉禁這個概念 那喬治六四呢 也是非常有個質 他就說 我是天子啦 自古天子居倫敦 我怎麼可以跑去什麼 過太華還是溫哥華 那正所謂 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 若不罰賊 王業亦亡 那如果 倫敦都淪陷了 那我這頂王冠 戴起來還有什麼意思呢 你就想 如果同樣的情形發生在中國 如果皇帝要御駕親征 那些大臣不得之都是 啊 陛下 萬金之軀 龍體為重 萬萬不可啊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那在2014年呢 下逢一次世界大戰百周年紀念 英國廣播公司BBC 還有做一份統計 英國士兵呢 在戰爭期間的死亡率是12% 那軍官的死亡率是17% 那最有意思的呢 是最後一項 伊頓公學的畢業生 在戰場上的死亡率是20% 伊頓公學是一間什麼學校呢 它號稱是 有錢不一定進得去 但是你沒錢肯定是進不去的學校 近百年來 有超過20名的英國首相 都是畢業於伊頓公學 那所以伊頓公學 也被認為是 統治Great Britain的學校 那說個趣聞啦 就是像伊頓公學這種 一流的公學的畢業生 出來就當首相 那二流公學的畢業生呢 畢業之後 就去做殖民地的管理者 所以在二戰後呢 英國殖民地在紛紛鬧獨立的時候 英國社會 其實是有一股聲音是擔心 這樣我們二流公學的畢業生 是不是以後 會吹沒頭路 那話說回來啊 你看在戰爭當中 伊頓公學的畢業生也是做出了表率 他們已告出 普通士兵 甚至是軍官的死亡率 位列第一 那在打完一世界大戰後呢 其實有很多豪門貴族 他是在一夕之間就絕子絕孫 他就絕世了 他找不到繼承人了 一個老父親 花了十幾二十年栽培的接班人 可能在一場下午的戰鬥 就全部都打光了 那我在Cora上面看到一個回答 那Cora他其實就很像是我們以前 雅虎奇摩之士家 那一位英國網友就表示 在他家附近的彩石場頂端 立了一座紀念碑 那上面就刻滿了一戰陣亡將士的名字 那其中呢 有兩個同名同姓的名字 排列在一起 因為你知道嘛 英語系國家通常排名字的時候 都會按照字首字母的順序做排列 那這兩個同名同姓的人呢 一個是上兵 一個是少校 他們在生前的階級天差地別 但在死亡前面則不然 那後者那位少校呢 在當地是一位想丁丁的人物 但他們在生前還有死後都知道 你不可能要求 鐵匠捷克的兒子 援赴法國蹲戰狗 那同時呢 就希望子爵約翰的兒子 躲在家裡喝紅酒 所以我有時候都會感嘆 英國當初能成為日不落帝國 真的就是有一群 中流砥柱撐起了帝國的地基 那也不是說所有的歐洲貴族都比較高尚 因為那些沒有做出表率的 沒有與時俱進負擔起社會責任的 可能就被自己的人民給推翻了 你看法國的國王路易十六 他甚至還被自己發明的斷頭台給砸了 那什麼又是台灣的貴族義務呢 我覺得這一點 台灣跟美國其實有點像 那是同為共和制的國家 我們是沒有政治上的貴族 這個身份的劃分 但在經濟發展中 累積了大量財富的富裕階級 我覺得其實也可以視為一種經濟貴族 那像是奇美實驗創辦人 許文龍董事長 他所創立的奇美博物館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看博物館建成之後 除了文藝活動上的貢獻 那也帶動了周邊人流的湧進 那也順勢帶動了附近商家的發展 促進了當地的就業機會 那再看看濱海加油站這個例子 它的油品不也是中油供應的嗎 它的油沒有比較純 沒有比較便宜 抗暴增能力也沒有比較好 但是憑藉著它的建築設計 所帶來的無形附加價值 就讓平常遠在台北的我 願意鑽成騎車殺人家去找他 跟他拍照 那即便這或許不是他的本意 那他帶的效果就是 很多人來拍照的時候 同時也就會順便加個油 那你在查看Google地圖評論的時候 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人 留下正面的回應 那通常啦 依據我的經驗 人類都是很懶得去留言的 負面情緒呢 就是最好的驅動力 你看那種漏漏等的留言 通常都在抱怨他們的消費體驗 到底有多差 但你可以看到大多數人的留言都表示 這邊的服務人員態度良好 甚至還會幫 要拍照的車主 喬敬畏啊 找角度 那我覺得這也不是偶然啦 就是 人在一個優良的工作環境中 所自然而然 爆發出更正面的工作態度 那俗話說 破骨萬人垂 那一間公廁的垃圾桶 都沒有人清理 然後這個時候 你剛喝完一杯飲料 你一定會想要隨手丟進去嘛 因為你這個時候 心理負擔很低 阿他本來就垃圾滿刀掉在地板上 阿我再放個飲料杯子怎麼了 我放個杯子怎麼了 你一定就這樣想的嘛 對不對 所以說那個環境啊 對人的影響是很大的 接下來就分享一下 我推薦去 濱海加油站的拍照攻略 那首先 我會推薦你在 日落前的一個小時就先到那邊 你先看個場 你先看看環境怎麼樣 那如果你剛好沒有游的話 你也可以順便去加個游 然後再往前五公里左右呢 你就會看到一段 很乾淨的海岸線 那我也有把定位點放在資訊欄 那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可以先在那邊以海為背景 那隨著太陽的角度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天空就會被染成橘紅色 配上深藍色的海面 完全就是可以讓你的快門停不下來 那接下來等太陽 完全落下地平線之後 天色已經完全暗了 這個時候 你再回頭過去拍加油站 因為天黑之後 加油站才會開燈 那你才能拍出那種 有點帶著陰鬱氣息的加油站的照片 那想要拍下 整個加油站還有車子合照的人呢 你就必須要穿越車道去到分隔島 但是因為那邊道路寬敞平直 通常車速不會太慢 所以你在穿越馬路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美美的照片 就歡迎移步到我的IG還有粉專 我是加入我的賴社群 和大家聊天打屁 連結我都放在資訊欄啦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Astara Vista Bab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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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